行翼拳以槍力拳,练好枪劲及是练好拳劲 通过扎大枪可以训练整进和爆炸力 这枪很重,他们要求我们手直用腰力去发这枝枪的尾 如果用手力做错了,最重要是会领略到他们发劲的方式 这枝枪的震动是很体会到我给力去不去到枪头 如果我力给不到枪头,那枝杆是不会动的 但我刚才越给力的时间,我越觉得腰力越发得好 然后,枪尖摆动越厉害,变相我打拳的话,我力量可以进去那里 所以这个,我开始感受到内径 还没有练到,就感觉到气汗撑不下去 练习行一拳离不开大枪,枪攻击是犬攻 大枪的拦、拿、扎功斧是出拳发进最基本的练习动作 touchdown 蓝插山,就是我们心意圈的一种基本静法也是 蓝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力量贯穿到前面 你这个力就是后面的动作小,前面的幅度大 它可以觉得作用很大 这个叫防守 最后这一下才是进攻 你看 这则是进攻 大枪是古代上阵杀敌的兵器 为保生命 士兵握枪的姿势和马步同样重要 原来的时候 它很多的杂枪都是公布杂枪 但是为什么新一权 后来新一权的 它就改三体十步了 它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公布的时候你看 很容易被人拉 你要是三体十步 你站好三体十步 站好三体十步 这就不容易了 嗯 哦 对啊 是 刚才没有公钱 把这个力量出去 不是把十米出去 对对对 三排十步 来 拿 扎 扎 所谓以枪为拳 枪就相当于是手的延伸 其屋者通过拦 拿扎的练习 就能训练出螺旋技 送出去 这个力量一定要 送到前面去 分别仓法是一样的 对 就是 为什么要旋 两个手要作用 你一个手 这个不行 你这个一个手 嗯 这种了 两个手 你看 气力 身形 全部 做这个做这些的时候就是说枪和的拳是一个道理 嗯 刑意拳是一种先有枪后有拳的拳种 从岳飞到饥饥渴 他们无不精通枪法 但是当刑意拳流传到清朝时期 由于清政府限制兵器的使用 刑意的祖师便进一步把枪弓应用于出拳发